在我們轉眼鏡皮裡面的皮膚鳥孫 俗稱蒙古澤 眼鏡鞅在三個月後都有 只是隨著時間消失 不過家長如果發現 出來小孩會聽老眼鏡 眼鏡的症 甚至眼鏡已經倒差 上到感冒 其實外觀是看不出來 一定要趕緊看醫生 你看現代人 整天看電腦 看手機 眼鏡大小的鏡頭一定不改善 也要提高見角 有需要鞭骨窮水治療 小朋友其實的確有一些 例如說他脂肪比較多的小朋友 他其實因為脂肪嘛 所以會把整個那個 小朋友的那個肌肉是很有彈性的 所以他其實也會把眼鏡這邊地方弄得更緊 那所以其實更容易有眼鏡內反的現象 就是內置醉皮就會變嚴重 那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請家長說 那你先帶回家 就是先體態控制 其實有時候瘦下來也許他就改善 可是如果說他沒有辦法改善 或是他瘦下來還是一樣的話 其實還是會建議手術 其實不只老人 其實現在大概三系用的多 其實依然在中年 或是說工作的族群上面 其實肝炎症是大家都存在 普遍存在 那只是說眼鏡內反這個問題大概是一個退化性 就是真的是要比較年長 例如說六七十歲的一些長者 他才會比較容易發生這樣子 對 或者是以前有受傷過 對 醫生強調這款用手術來改善 已經是簡單 安全的方式 而且健保也有機會 當然主要用律下的 會後期間更加低 方向更加低 如果是年長者的一個退化性的眼鏡內反的話 其實會強的建議就是手術 醫療用醫的治療 免得就是說造成他一個眼表面的一個永久的缺損 或是他常常不舒服 需要去找醫生 其實會造成醫藥資源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費 那其實家屬也在照顧上也是蠻容易 蠻困擾的 因為其實如果反覆性的角膜上皮缺損 其實他會造成感染的危險 其實他就有可能要常常跑醫療院所 所以其實這個手術矯正 如果在家屬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其實他大概一兩個小時就可以矯正起來 其實是蠻 就是還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如果說之後青梅醫院 我們將會禁用這個雷射 二氧灰化碳雷射的話 其實對於皮下這個切除的方面會更有快 快速有效率 然後止血方面會更迅速 那恢復也會比較快 那傷口也比較漂亮 所以其實這是對患者一個很大的福音這樣 不管是孩子 老人 甚至是一般少年人 只要有最關的毛病 我們現在不通討 一定要找醫生來討論 變高治療的方法 我們先問顧問及林庚 蔡依康報的 我們下ад仲之下 我們下了一段時間 請看